無悔未婚3B 楊詩琦笑對冷嘲熱諷 你做甚麼? 我煲藥喝 你哪有錢買藥? 大藥方剛播完沒幾代 相信最多人討論的 可能這套就是楊詩琦在無線最後一套劇 宣傳當然沒有她的份 但海報還有一輩格 真是見到到唏噓 Poster有你的樣子 開心 不是,以前人也有的 有甚麼事 做人要知足的 有得拍攝 而有Poster看到你的出現 已經是不錯的了 例如有一套自己也很喜歡的 千方百計 故事也是好的 整個演藥拍得好 你會從第一集追到幾個月 大幾個二十集 但不幸運 她會在中午時間播 不在旺錦時 說到中午時間播 根本沒甚麼人看過我 對… 那是港式 所以說我現在大藥方天 出街很開心 詩琦妹這麼樂觀 聽完也很正能量 無線當家小心花彈 酒客一個,酒客又一個 雖然不想讚人仔 聽起來好像幾和味一樣 但一時間沒有了依靠 又要照顧女兒也未說不辛苦 不過詩琦妹從來都沒有後悔過 還說現在開心很多 很充實 其實也可能是剛剛要做藥 而又要照顧自己的年紀 如果自己再… 可能要多簽五、六年的話 至少會比較年長一點 對 所以我想自己的飾演能力強一點 或者更年輕一點 出去學習,去闖一下 辛苦嗎?我很開心 我反而是很開心的 我很充實 壓力大,不是的 不過最初的時候不是太習慣 以往都安排了 只是知道自己在工作中 甚麼時候出席 或者如何盡量配合完成 應該可以了 原來之前有很多籌備工作 都要去涉及 所以現在更加了解了這方面 出來工作 每個人都想收入多一點 是 收入可觀 是 所以… 這是博殺期的 是 努力 是 作為單親媽媽 詩琦妹現在最重要的是 賺錢照顧女律 其他人怎麼看自己也不要緊 而女兒和她爸爸的一切 詩琦妹都很堅決地說 不回答了 我不知道 但每個人都說我做得不好 可能我真的有做得不好的地方 如果… 即是… 以後… 經驗就更多一點 如果有增長一點 我相信以後做事情也會… 好一點 成熟一點 但可能是… 詩琦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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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琦妹的